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道沟高帮藤圆浩 在我右手边这双带有德务扣这双是正品 其他几双都是fake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他们到底区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他这个鞋头的高度 对比最后一双fake 最后一双fake他这个鞋头高度是有点高了 还有就是倒数第二双这双 他这个鞋头也是有点高 正品的鞋头他是没有这么高的 一般都是比较直 然后上面是往里收 这两双是比较高的 这三双和正品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他这个皮质 蓝色的皮质 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和正品对比相差不大 看一下第二双 第二双这个稍微是有区别 第三双 第四双 最后一双 最后一双他这个区别还是有点大了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他这个后跟的鬼脸 他这个鬼脸细节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直接上图 这张图片是这个正品的鬼脸 大家记住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放其他fake 这双是第一双fake的 这个是第二双fake的 第三双fake的 第四双fake的 还有第五双fake的 特别是第五双fake的 他这个鬼脸是比较早出的 看起来一眼假 还有这双鞋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对比了 这个图片对比我会发在这个上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都发有这个热门球鞋图片对比 下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他这个飞翼 证明他这个飞翼 摸上去他这个挺有阿兔感的 而且比较反光的那种 这个我们也直接放图对比 第一双fake 他这个反光程度 还有阿兔程度和证明差不多 这个第二第三第四双 他这个都差不多了 相对于第一双fake 他这个做的还是好一些 最后一双 他这个是比较假的 他这个飞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双鞋子外观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 他这个鬼脸还有飞翼 还有就是他这个鞋头